出于食物了 活菩萨圣诞日 那这样都可以 但是佛像的目的是要对你的心 不是他在那边 是对着你的心 全家的心要向佛 归佛 归法 归身 怎么去修行 这个比较重要 哪怕一张纸都是一个佛像 弟子的父亲是华人 晚年的时候进入其他宗教 现在往生了 请问法师 写牌位要写华人名字 还是宗教的名字 无所谓 各位 你写他华人的名字 因为你现在希望用佛法给他 各位记住 不管你的父母亲是什么宗教 功德都是好的 他们都也接受了 我们尽量做 当然你功德够 而且你的心又能够感动你的父亲 你可以引导他变成一个佛教徒 往生净土 家里有自闭症的女儿 请问师父这是业障还是冤亲在主 都是 你女儿就是你的冤亲在主 但他身上有这个业障 这个业障跟你有关系 所以你必须承受这个业 当然女儿身上一定有他的冤亲在主 当然你就帮他送药食经 帮他念地藏经等等 不过他诊断自闭症以后 父亲的生意顺利 他所要的高费用治疗金钱都有办法 这是什么原因 他的福报 他虽然有自闭症 但是他过去也造了有福报的因 而且是来报父亲的福报 钱的因 所以每个人身上都有这个善跟恶一些 个人的 所以当然他有他的福报 但是他有他自己自闭症的业 师父供过佛的花 是不是可以再供在家里的佛跟祖先 可以 如果你供在佛堂的 然后再请佛加持再供在家里 无所谓 当然供养祖先的就不能拿去供佛 这个意思 请够回来的观音神像如何开光 如果有法师 你请法师开光 如果没有 你就初一十五六灾日 念大悲咒准提咒 加上念奥玛尼贝命奉 开光也可以 然后最后加上念一个 念一下奥阿奉 就是诸佛菩萨身口意的加持 这样可以 请问修净土法门 可以修其他法门吗 没有分别 任何法门都是往生净土的资粮 你这样想就好了 你喜欢念奥玛尼贝命奉 你喜欢念往生做 你喜欢做咽工 你喜欢施食 把这个功德回向净土 会让你品味高深 而千万不要很估计的说 净土法门就纯粹念佛 其他都不要做 做的就是杂修 这个不是佛陀说的 佛陀说什么 来发菩提心 生信因果 读诵大秤 劝进行者 这才是真正的往生净土 所以发菩提心 生信因果 供花供灯 焉供放生 送药师经 送地藏经 这统统要做 特别大秤经典 你都要读 而不是说 只能读净土经 其他不能读 这违背佛陀的说法 但是这也是主师大的 希望各位专注 这样比较不要乱掉 它是主师大的悲心 但是你自己了解就好了 不能说修净土法门 什么都不管 你如果圆满一点 你才可以上品 如果你不圆满 有信心至少下品 但是大家都希望上品了 请问在家做早晚课 要穿海青吗 看你自己 如果你家里穿起来 你家里都觉得怪怪 我看你就不要穿 如果你穿起来 你家里觉得 这个很庄严 很尊重你 那你就穿 而且你家还有冷气 如果没冷气 你干嘛穿 这要看姻缘了 写何家供养 是我包括嫁出去的女人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你可以多观想 你的女儿 那你可以多观想 出国旅行 需要做早晚课吗 出国旅行要呼吸吗 你只是自己安排时间 而不是说 虽然时间不一样 时间长短 你自己定 但是养成习惯就好 再来我妈妈 在往生的时候 有帮她念佛 她的身体八个钟头 还软软的 是否有往生到西方 极乐世界 有没有 有信心就有 当时候你有没有信心 那现在你有信心 还是可以帮她往生的 所以各位千万记住 不要告诉别人 这个人你去住 怎么可以放冰箱 这个话千万不要讲 怎么可以移动 你讲人家本来要往生 又掉下来 往生就是 没有问题 到的来 掉的来 都可以往生 往生是信心的问题 你不要给人家 往生弄得好可怕 好恐怖 好像完蛋了 少了一个步骤 通通不能往生 多敲一个木仪也不能往生 那这个就是伤害别人往生 了解吗 甚至还有一种人 人家往生念 老爸你翻出来看 这个好像没往生 你给人家翻出来就代表 你没信心 你干嘛看人家往生 这样 所以各位 佛陀一直跟你讲 信 你就要绝对信 不要从这些事项在里面作怪 往生是个信心 你念阿弥陀佛 这个人愿意往生 保证往生 这个人不愿意往生 至少不会堕落上二岛 了解吗 这个信 相信最重要 所以当我又经常梦到他 不一定是你妈 就是你过去的父母 但是可以让你更精进念佛 但是不是让你担心 了解吗 我又梦到我妈妈了 那我又回想搞不好是前世的妈妈 过去世的妈妈 就算是现世的妈妈 那我让她品位更高 所以往生极乐世界是一个信跟愿 这比较重要 而不在于说 中间或是在往生的过程 如果说当然能够很圆满 往八个钟头不要动 那是一个福报 但现在的医院不一定了 如何有正确的男女姻缘 要消业障 要自己消业障 因为过去如果你没有不好的音 有不好的音 也是过去造了恶业 当然出了消业障 要祈求观音菩萨加持等等 再来 请问师父 我看了很多医生 要一挺身体就很痒 我早晚都做烟供 也写牌位 身体痒的因 是因为过去难你邪淫的业重 所以多念 念一下 那么清静光如来 那么月光如来 然后不要想男女的事情 不要去想 你要发愿 不要有邪淫 然后不然的话 有些小朋友五六岁就全身痒了 因为过去是造了阴 但是这个夜会跟着他 因为这个痒就是皮肤的问题 男女的问题就在享受皮肤的快乐 所以这一点就要忏悔 你要守这个不邪淫戒 更重要的 还要守八关灾戒 每个月六次断除男女淫欲 然后多生起这个想法 让他过去 这不是吃药抹药膏可以解决的问题 她七十岁的母亲在马来西亚医保 昨天电话同意 你帮她归医 有的法号叫原字 但她没有受五戒 只是在家乡做简单阉供 称念阿弥陀佛 如何让她和我一块去西方极乐世界 大家一块趁愿再来 因为她没受过教育 没有问题 没有受过教育 一起念佛就好了 受五戒没有问题 你带着她在佛前发愿 这样就好了 有机会有法师 那当然是一个加持 但是受五戒 发愿去极乐世界 念一下 中品上身 受五戒 中品上身 如果你愿意老人家愿意吃素 那有机会上品 劝她放生 所以不要要求她太多 但是刚刚讲了 你愿意 也引导她愿意 当下大家都在净土了 因为心已经朝净土了 然后 但是不要执着 再来 为什么念变时咒会哭呢 慈悲 众生苦 你把这个哭 变成一种悲心 不思多一点 给他们观想 卖鸡饭 不想做了 又为了生活不能不做 身为儿女 该如何帮助她 改行 多祈求佛菩萨 多为他们诵地藏经 所以各位 不要担心 诵经念佛 持着 回向给她 回向给她的心 然后 靠着佛菩萨的力量 自己要平静 那你有这个心 因缘不可思议 请问 可否也在新加坡 为猫狗 做一场法会 有道理 我们来办一场 好不好 比赛 看带猫狗多一点 来帮她故意 我已经办过很多次了 我觉得还不错 那些猫狗还不错 而且在台湾 做的很多场 都是 就是他们在杀 狗的地方去超度 以前有杀 现在台湾没杀了 还不错 来 发挥功德 回向所有猫狗 往生的猫狗 同享功德 再来 如果已经皈依了 现在享受五戒 怎么做 就是我们八观灾界 都会传五戒 那你就用旧的 皈依症就好了 还是说你要一张新的 新的法号也可以 出家人过午不时 我们把食物早午晚 我们现在早餐 午餐可以供养三宝 晚餐一般不做供养 但是如果要供养也可以 比如说为了恶鬼道 我先把药不思的先 替他们供养三宝 请问现在可不可以供养佛 当然可能现在是晚上 有佛像 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今天 我们只是为了恶鬼道 做供养 那可以 那让他多一个功德 再来 在家弟子受八戒 只能受 礼拜一至礼拜五 礼拜六礼拜天 跟家人用餐 这样是不是不圆满 受八戒能喝咖啡跟茶吗 咖啡跟茶 基本上只要没有加奶油 混浊都可以了 看个人的情况 但是礼拜六礼拜天 你如果不瘦 因为你跟家里的姻缘 所以你就可以跳一天 无所谓 地址是全宿 每日每天吃面包 做早餐 大部分面包都有鸡蛋 那你就不要挑鸡蛋了 我也很喜欢吃有蛋的 我每次到英国 那个面包好吃 翻成老半天 算了 阿弥陀佛 就是面包有加蛋 特别那个牛角面包 上面要涂一点蛋 我才会香啊 对不对 我到印尼光在机场就肚子饿 印尼那种面包太香了 巧克力鸡蛋面包 我以为只有巧克力原来加鸡蛋 所以 来 回向所有鸡蛋 哦啊哦 所以你就不要吃鸡蛋了 吃鸡蛋呢 脸不会亮 第二个容易长痣疮 痣疮的两个原因 过去邪淫多 特别男生 你会享受女人的痛苦叫痣疮 还有爱吃鸡蛋 还有一种爱吃鸡屁股 那可严重啊 新加坡应该没有 再来 弟子放工回家都会用水米淹供 先供在西方三圣 然后念便食咒 甘露咒 尊圣佛母咒 上供三宝 再放在家里的后巷子 私食 有时候已经过了半夜 十二点 请问可以吗 没有问题 二十四小时 OK 众生很苦了 夜晚也多 并不是白天没有 最后一章 没有 最后两章 母亲从三年前中风 身体如何恢复到以前 不一定 心情好最重要 能够相信佛法最重要 然后你就随缘帮她尽力 让她 让对方接受现在的样子 能够好最好 不好可以念佛 懂得佛法最重要 坐在年椅 还没有坐轮椅 天天跑去跳舞 还不如坐在轮椅会念阿弥陀佛 你喜欢哪一个 当然会念佛 又会跑最好了 但是至少让她学佛 很久以前 公公是杀猪了 她已经不在了 要怎么弥补 宋帝章经 替她 布施猪的食物啊 或是我们台湾有在救猪 台湾的猪一只八千块台币 都可以 你不单的猪一只两万五千块台币 因为不单没有饲料可以吃 要买人吃的给她吃 男朋友的整个背部 让一个泰国师父赐了泰语的经文 师父早在几年就回国了 请问这个对我们两个有什么关系吗 我也不知道 反正你抱着她就念经吧 布斌尼要叫她 因为她也是个善心 对不对 泰国人喜欢吃在身上 但是你抱着一个和尚睡觉 不错 因为你就朝好的方向想就好 因为你没有坏意 好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铺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互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一诺千金的独狼 狼群中有着严谨的阶级之分 他们从狼仔的时候便开始通过打斗 逐渐确立起自己的地位 狼王是狼群里最高的领袖 而如果哪一头狼挑战狼王失败 便会被逐出狼群成为一头独狼 小灰就是这么一头被狼群驱逐的独狼 狼 有狼 快来扔啊 可恶的狼 竟然从森林里跑出来抓羊 真是好大的胆子 那应该是一头被狼群驱逐出来的独狼 作为独狼 他很难独自在森林里捕捉到猎物 所以才铤而走险 来这里找食物 哎呀 这样的话 我的羊群可就危险了 我们得找猎人来 抓住他 对 我们得赶快找一位猎人处理掉这头狼 否则我们村子可就不得安宁了 为了消灭这头独狼 村民们找来了猎人 他们开始计划对这头狼进行捕抓 他上一次就是从这里逃走的 真是太棒了 没想到真让我们遇到了一头独狼 对 我们就在这周围布置一些陷阱 等着他刺头罗网好了 布置陷阱 你们为什么不隐蔽在这里 直接将他打死啊 有一家动物园正需要一头狼 所以我们打算抓活的 还有一点 那就是狼非常狡猾 尤其是毒狼 他们处事非常小心谨慎 要是有人躲在这里的话 他很可能会有所察觉 进而不再靠近 所以我们就是用陷阱引诱他来 进行捕捉 嗯 那我就懂了 我们可不能使用大夹子 万一让那头狼受伤太重死掉了 可卖不了好价钱的 你放心吧 毒狼那么狡猾 要想用捕兽夹抓住他 可不容易 我之所以布置这些捕兽夹 那是封住他的路 再来我们在这里 再挖一个陷阱 原来是这样啊 你真正的目的是想用陷阱来捕捉那头毒狼啊 没错 用陷阱捕捉那头毒狼 既伤不了他 成功率又比较高 嗯 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抓到他的 那头小羊 让毒狼小灰 有一段时间没有在外出觅食 当他吃完这头小羊后 又要开始为自己的肚子发愁了 要想在山林里找到食物 真是太困难了 食物丰盛的地方都被狼群占领了 如果贸然进去 他们一定会将我撕碎的 看来还是去人类的地盘 碰碰运气吧 什么声音 好像是狼 怎么回事 这里怎么会有狼 啊 你这是怎么回事 快救救我 我的腿被夹住了 求求你救救我 我的孩子还在家里等着我呢 你怎么会独自来到这里 我出怒了狼王 被赶了出来 我带着三个刚出生没多久的孩子 来到了这里 平时就躲在山林里的那个大树洞里 晚上我独自出来找东西吃 如果不是孩子们非常饥饿 我是不会跑到人类活动的区域的 求你救救我 我的孩子还在等着我呢 我试试吧 这铁家伙硬着呢 怎么样 可以咬开吗 可恶 完全咬不动 这铁家伙太硬了 哎呀 不好 有人来了 一定是猎人 啊 这下该怎么办啊 你忍痛一下 哎呀 好痛啊 狼的叫声 哈哈 看来我们的捕兽夹 抓到了一头狼 小心点 把猎枪的子弹上汤 哎 可恶 他竟然咬断了自己的腿逃走了 他腿上有伤 一定跑不远 小强 快去找到他 他断了一条腿 绝对不是你的对手 快点 猎人快追上来了 我的腿好痛 看来我是逃不了了 求求你答应我 帮我照顾我的孩子 不要放弃 你咬紧牙 再坚持一下 我们就可以逃走了 不好 猎犬追上来了 你快走 我来对付他 你受伤了 不是他的对手 你快走 我来挡住他 狼在这里 不好 他要咬伤我们的猎犬了 你快走 猎人来了 我是跑不了了 你快走 你一定要照顾好我的孩子 快开枪 你快起来 你不能死 你的孩子还在等着你回家呢 照顾好我的孩子 嗯 我答应你 小灰顺利地逃进山林后 便找到了母狼孩子们所在的洞里 这三只 可怜还没断奶的小家伙 正在里面熟睡着 可怜的小家伙 以后 就由我来照顾你们了 怎么了 是不是饿了 看来真是饿了 我得出去给他们找点东西吃 小家伙们 你们能吃吗 你们还是太小了 牙齿还不够锋利啊 说着 小灰 叼起了那块食物 然后 放在嘴里嚼着 不一会儿 他将这块食物 咀嚼成细一点 然后 涂给了那三只小狼 小狼 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很快便吃完了 吃完后 他们依旧朝着小灰张嘴 啊啊地叫着 怎么 你们还要 你们这三个家伙 可真能吃啊 好吧 好吧 不要着急 我一会儿再出去给你们找吃的 让你们饱餐一顿的 从那天起 小灰便守住自己的承诺 开始照顾起了这三只小狼 而这三个小家伙 长得也非常快 他们很快便可以到处跑来跑去了 你给我站住 你这个家伙 刚才把我弄倒了 你追不上我的 喂 你们两个 不要乱跑 哎呀 食物太棒了 又可以美美的吃一顿了 这块食物好小啊 根本不够我们三个吃的 我要多吃一点 你们可不能和我抢哦 小灰哥哥还有没有其他食物啊 我还没吃饱呢 不要着急 一会儿我再给你们出去找 不过你们要答应我 可不能到处乱跑 要是被人类发现了 那可就糟糕了 嗯 小灰哥哥 我们不会乱跑的 对我们就在这里等着你 嗯 就在小灰离开没多久 猎人们在猎犬的带领下来到了这里 不好 有脚步手 我们快躲起来 哦 这里面有什么东西 是狼仔 这里有狼仔 是吗 太棒了 我们快把他们抓出来 啊 他们太小了 就算卖给动物园 也卖不了好价钱呢 有小狼 那就肯定有大狼 我们抓住了他们 那就不怕抓不到大狼 哦 对呀 你是要用这几只小狼当用 来捕抓那只大狼 没错 就是这样的 有了这几只小狼仔 就不怕大狼补上钩 不好 人类的味道 难道人类来到了这里 小家伙们 你们跑去哪里了 快出来啊 糟糕 他们究竟跑去哪里了 不会是被人类抓走了吧 怎么回事 人类的味道越来越重了 不行 再往前走会有危险的 原来那几只小狼仔 是这头独狼的啊 太棒了 要是抓到了这只大狼 那可以卖个好价钱的 哎呀 他怎么不动了 他好像是感觉到了我们的存在 真是个狡猾的家伙 那要如何处理呢 他马上就要进入我们布置的陷阱区了 要是就让他这么跑掉 那真是太可惜了 放心吧 是要有小狼在我们手里 他就跑不了的 不好 他们真的遇到了危险 我得去救救他们 很好 果然上钩了 不错 终于抓到了 还是这几只小狼有用啊 小灰哥哥 我真的好害怕 不要害怕 我在这里呢 有我在 你们就不要害怕 也许是小灰的举动感动了上天 这辆货车没走多远 便失控掉进了山沟里 笼子也被摔坏 快 赶快出来 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三只小狼也急忙从笼子里钻了出来 小灰舔了舔他们 然后带着他们一起飞快地跑进树林中 消失不见了 护身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素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罗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